把他設定就是當這個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幫我把他的同一列的A藍底色變成黃色 程式該如何寫呢 其實程式也不多不少就是五行就可以搞定了 裡面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再執行一下 另外最後還是要把他清掉 清掉就是把底色恢復 又恢復了 OK 這個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一樣我們切到module 產生一個什麼 格式化 格式化裡面的話 我大概把 這個頭尾應該沒問題 縫圍圈 應該4i等於2到最下面 這個已經寫了N遍 再來的話 如果也寫了很多 如果什麼呢 所以你可以看著這個 如果他這一欄 那這一欄的敘述方法就是 sales i列的1欄 他這裡面的資料幫我帶過來 我一個一個比對 所以i的值是2 12 所以他會先看一下 12這個儲存格裡面 是不是小於等於小於等於7 所以小於等於7的話 空一格 然後 如果是呢 就幫我做底下的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跳過去就好了 就什麼事都不會做 那我要什麼 如果是小於等於7 就幫我把他同一列的 A欄的資料 底色變成黃色 底色變黃色應該還記得 所以接下來呢 我先打那個 底色變黃色先打 sales點什麼 點那個底色 還記得 intro 這個 the color 這個是底色 intro color 這個 等於黃色的話 顏色叫 R G B 對不對 然後瓜胡 黃色還記得嗎 對 很好 紅配綠嘛 對不對 紅色全部 綠色也全部 那沒有藍色 這就變黃色 為什麼你們自己查一下 前面我有講過 那不過這個意思是 全部的儲存格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A藍 那A藍的話就是把這個 先摳過來 改成什麼 改成A 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如果他是小於等於7 他的A藍是小於等於7 那就幫我把他的A藍的底色 改成黃色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 OK 然後試一下 知心 有沒有發現 這個變黃的 那小於等於7 這個也小於等於7 變黃 這個也是 因此類推 那可是問題 如果把它移除掉的話 其實把這個複製過來 不用邏輯判斷 全部都改回來 全部改回來的話 就是把 RGB黃色變成沒有顏色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好像在第二單元裡面有特別講 OK 清除掉 恢復喔 那這個意思是說 把A藍底下全部的底色都拿掉 那你不用邏輯判斷 因為邏輯判斷還要花一個時間 你乾脆全部都把它變成沒有 那本來沒有就沒有 本來有的也會變沒有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清除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格式化 把它看到 就是這幾個 12號 21號 27 28 33 但是還有個缺點 你必須要捲動 你想說 如果你給老闆 老闆說 這怎麼不貼心 你乾脆幫我列在這邊就好了嘛 對不對 前七名就幫我列過去嘛 你讓我麻煩啊 我要再慢慢看 對不對 你應該幫我把它放在一起 對不對 OK 這樣比較貼心 所以呢 最後應該是 幫我把找到的號碼 直接就幫我放到 有沒有 這個位置 然後找到一個 放一個 找到一個 放一個 可是這邊會有個問題喔 第一次放應該在第二列 第二次放不能再放第二列 只能放第三列 所以它的列的話 我這邊有個k k好像之前有講過 對 k等於k加1 對不對 所以第一次是第二列 所以等於2 它只要放一個之後 就要k等於k加1 那不就OK了嗎 所以 如果要把前七名列過來的話 這樣就OK 怎麼寫喔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呢 你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修改 就可以了 把哪個呢 格式化的來改 怎麼改 其實它邏輯都差不多 就是範圍 幫我找到之後的話呢 有沒有 把它的A欄的資料 這個是把底色換 但是現在的規則是 幫我把找到的那個儲存格的資料 要複製一份到F欄 複製過去喔 所以複製的原則是 後面的東西會複製到前面去 所以寫法特別重要 這樣的概念喔 如果在VBA應該還記得吧 把這個複製有沒有 這個齁 就是這樣 我把它先 再 加個等於 對 加個等於 那意思把這個東西 有沒有 放到前面 但是改一下 這個改F 有沒有 就是找到那個A欄裡面的資料喔 12對不對 幫我放到這邊 那你不能用I欄 因為它會變成 I剛好就擺這裡 一樣它沒有連續 所以你這邊變K 那我講過嘛 K 要從2開始 因為如果你這樣寫完 你會發現你全部 這樣執行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 最後齁 這邊有怎樣去 F K K沒有定義 如果我這邊改成2好了 OK好 假設2的話你會發現 執行最後39 為什麼 因為12 蓋蓋蓋 所以呢 你如果不要蓋過去的話 就是怎樣 把這邊改成K 初始時是2 這邊的話是變K 這個技巧還蠻重要 因為剛剛好像我們有個地方 也用一樣的技巧 所以這個K 是我自己習慣的用法 我都用這一招 很多地方就可以解決了 尤其是你要把報表丟在 從這邊找到 丟到另外一個地方 一定是報表的位置哪一列開始 再下一列再下一列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邏輯 可以把資料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丟過去的意思 那這邊的話 K等於K加1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應該沒問題吧 OK 沒錯齁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OK了 全部列了 OK 所以這樣應該可以看懂 我的敘述方法吧 不過這樣寫完之後 結果就有同學又發問 老師我希望這個順序 他是先找到先放 可是有沒有辦法 第一個放第一名 第二個放第二名 依此類推 好 好問題 那請你把答案做出來吧 對齁 OK 所以感覺好像都在考老師 那你要去想想看吧 有沒有辦法做 有 非常簡單 但是 再只要加一個 其實要改的話 只要再加一個回圈 那個回圈的話 基本上就是 假設我在外面再包一個 4 因為我要一個一個抓 對不對 所以你要4J好了 4J等於1到7 因為我需要什麼 一個一個產生嘛 然後這個地方打一個NAS 記得喔 你如果兩層 你要把這個 往後面推 TAB一下 選舉 TAB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不要小於等於7了 直接等於追1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他第一次會是1 放在這邊 他只找1 第一名的 再來第二名的 再來第三名的 就分別找到之後 就幫我丟過去 欸 寫完了喔 試一下看一下 OK 資金 欸有沒有 34是不是第一名 看一下 第一名34 欸沒錯 有沒有 所以先找34 然後再找21 21是不是第二名 欸沒錯第二名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改完之後 原來是這麼簡單 這樣的寫法 有沒有 就是 一個一個的產生名次 丟給這邊去判斷 所以先找第一名 再找第二名 一直找到第七名 這個是按照順序 應該看得懂吧 其實不困難 可是要想得出來吧 OK 這個其實要想出來 也沒有那麼簡單 OK 所以我把它恢復喔 兩個版本 一個是不按照名次 請各位先做 如果可以喔 你再把那個 按照名次做出來 不過你會發現喔 真的程式喔 還蠻巧妙的 會的 就是 你如果真的通的人喔 欸 寫程式好像 真的不是那麼困難 不過這個就是 一點點訓練啦 然後再加上就是 你要慢慢累積一些 可能人家寫出來的範本 這些都是好範本 以後的話 如果你不會寫 照Call吧 照參考吧 K K總會吧 對不對喔 K這個還蠻重要的 我發現喔 很多人不會這一招的話 喔 那程式會寫得很複雜喔 喔 那其實 其實即便喔 你這個結果會一樣 可是每個人寫的程式 也會不一樣喔 所以喔 你們可以參考坊間的書籍喔 其他的作者喔 哪怕寫的結果跟我一樣喔 可是程式一定長得 完全完全不一樣喔 不過我敢說啦 我的程式好處就是喔 應該是 第一個簡短 第二個好理解 OK 不幸的話 你們可以 應該自己都買書吧 如果書大部分 有看沒有懂的 可能性 比較大 OK 所以我這個程式 基本上誤求就是 盡量短 第二個的話呢 盡量好理解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前七名的部分 把它列表出來 另外我有補充說一下 如果你要按照順序 1234567的話 那你就是在外面包一個 I的迴圈 OK 然後後面小1等於7把它改成等於追就可以了 那第一次先產生一個第一名 然後找第一名 第二個產生第二名 找第二名 依此類推 OK 試一下喔 不過其實這個 如果有追的話 基本上K也可以不用 K的話你可以 把它改成追加1就好 OK 大概很多地方可以再改 只是說 盡量可以先把我們的 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好